我收到一個投訴 就是有綠敦治醫護向我作出一個投訴 事源是怎樣呢? 就是在2月12日有兩個外科的病人 2月13日有兩個骨科和四個心臟科的病人 去到綠敦治醫院 問題是甚麼呢? 這些病人正在接受所謂的家居隔離 但他們出現在綠敦治醫院 而出現在綠敦治醫院 為何亦特意出來開一個 叫大家那麼多傳媒朋友來說 就是因為整個程序出現很大的問題 因為那些應該受隔離的人士 首先不應該先離開家 去到綠敦治醫院 其實是要過幾關的 第一關就是先去登記 登記的時候亦都會問 14天過去有沒有回過內地 很明顯那些白羽人士就隱瞞了這部分 之後去到程序二 就入房去見醫生的時候 亦都有姑娘幫他核對資料 看身份證號碼等等 亦都會再問有沒有回過大陸 當時亦都是過了第二關的 去到第三關呢 當護士拿這個牌板進去給醫生的時候 其實醫生就會將他的身份證 打在資料庫那裡來看 因為就著現在這個武漢肺炎的隔離令 他們是有資料的 是有資料的 醫生就會看到那一位的病人 究竟有沒有回過大陸 甚至乎是哪一個關口進入香港的 去到那時候才發現 上述這幾個不同的專科診所的病人 原來是隱瞞回大陸這件事 由於他們幾個的專科 亦都是要接觸一些潛在的武漢肺炎 可能有問題的 骨科 外科這些其實他們就不肯 即時就不肯跟他做一個的治療 或者是一個接觸 這樣就安排他覆診 心臟科都拒絕的 不過就有了配藥 就叫他去藥房的配藥 這件事這樣發生的時候 其實那些醫生是有上報 給醫院的管理層知道的 而醫院的管理層 這個叫做Department Operational Manager 部門經理 亦都是有去研究怎樣去處理 但是他們的處理就是不處理 就是由得他們 亦都是沒有打算去報警 又或者是通知衛生署 最後剛才所說的 這八個不同的病人 就是離開了醫院 不要忘記 他們首先在醫院裏面 是到處走 去了不同的專科 去到醫院 去到醫生的門口 有一些甚至乎 是下了去配藥 在藥房那裏 亦都是要去付錢 收費處 亦都是最初分流中心這樣 那你變成了 其實醫院很多地方 都被這八位人士經過過 所以醫院其實不是不知道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發生過這件事 因為他們是要叫麥克風 就是叫那些清潔員工 去做一個所謂的大洗 大末 來做一個大清洗 那你想一下 剛才所說的經過的地方 亦都有專科診所 那會不會是中間 亦都會影響到其他的病人 潛在 將這個武漢肺炎 傳給其他病人呢 而醫院方面 究竟為何可以容許這件事發生之後 是不去作出無論是報警也好 或者是通知衛生署 其實這一比八位的人士呢 其實很明顯是對他去過大陸隱瞞的 例如其實在醫院裡面 其實有這些這樣的文章 就告訴你 就是說 如果14天去過內地 就不要進入 簡直寫著不要進入 專科門診的診所 就是叫你 那麼這些的 poster呢 其實就黏在 就是 醫生門口的 那麼 所以你會見到 他們是根本上 完全沒有理會這個警告 或者是這個的指示 隱瞞他自己 曾經到過內地 那麼如果你看回呢 香港法例 如果599章呢 其實也有說的 599那裡 亦都說到 如果是刻意去隱瞞 這個感染病風險的虛假 或者據誤導的資料的話 是即屬犯罪的 那麼其實是會罰 最高一萬元 以及判監六個月 再加上 他們是違反了 我聽說的 就是家居檢疫 那個檢疫令的要求 其實就同一時間 是犯了兩條不同的條例 所以呢 我們見到呢 整個的措施 或者是過去政府所謂的 大家都會 家居隔離啦 安全啦 其實就是錯了 在過去呢 你看到有四千多人 其實在香港 是在做這個家居隔離的 那麼 一間 律敦寺醫院 都可以 兩天之內 是出現八個 這樣的人士 去到求醫 因為其他原因是求醫的時候 你可想而知 其他那些 是究竟是有幾無網管 甚至乎 過去政府亦都說到 其實他們派出去 去上門調查 各樣 那麼之前 有公佈過的 就是狗鬼嘛 不見了嘛 接著七個警告 接著兩個呢 就通緝令 然後後來找回了 但是你看到現在 這一種方法就是說 有三次 捉到你三次跑去呢 這樣才 才是去一個的 什麼刑罰 或者真的去告他 你可想而知 其實那個的執法力度 不是沒有法例 而是去不去執法 現在最大問題就是 你沒有一個阻嚇力的話 那些人其實 都是會離開自己所謂的家居隔離 甚至乎你看到 何柏良當時都說過了 違反隔離令的 應該馬上 是去法庭檢控 那才有一個的效果 亦都有一個阻嚇作用 但是我們見到 現在不單止 是沒有去這樣做 即是就算捉到 都沒有去這樣做 現在醫院裏面 管理層 仍然都是不懂得去處理這個問題 而亦都譬如你說 那專科 要看專科那些病人 那怎麼辦呢 又回到大陸 那其實 專科門診的服務安排 它亦都有另外一封信 或者另外一個的告示 其實有電話號碼 是叫一些人 是打電話去 這個21251133聯絡衛生署 去作出安排 怎樣去專科服務的人去覆診 即是說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失效的 如果不然我們就不會見到這種情況 那一宗倫敦治可以這樣發生的時候 其實還有多少間醫院的專科門診 其實都受到這個問題 接到這個問題呢 所以在這裏再次要求政府幾件事 第一 就是說 如果真是有人違反這些隔離令的 應該是予以檢控 第二 清晰講清楚 給這些醫院知道 究竟如何處理 如果有一些明明是正在受到隔離的人 去了醫院 是怎樣去處理的 是要清清楚說出來 OK 我想問清楚 他這八個人呢 是醫生在檢控系統的時候 看到自己計算的日子 看到他有一個內地 還是他真的拿去一項定 對這幾個名字 是Hunderpoint 據我所知 就是他們的系統 是會看到他的外遊記錄的 因為這個武漢肺炎的新功能 所以他會看到 他有一個隔離令的資料 即是說知道這個是正在 有一個家居隔離的安排 所以即是去到 剛才所說的 是三個程序 第一個程序 就是去到醫院登記的時候 其實已經會問你 有沒有回過大陸 很明顯 他們幾個都說沒有 因為如果他說有的話 其實就已經不會讓他進入 下一個步驟 立即會叫他離開等等 第二 就是剛才所說 去到護士幫他 拿一些個人資料的時候 身分證等等 其實也都會問他 有沒有回過大陸 如果有也都是 也都是不會的 那門口 醫生房門口 就是有剛才我所說的 這一張的 Post 在那裡 也是清楚知道的 那你要是連續 叫做兩次的 那些謊話呢 你才去到第三步的 跟著醫生才拿你身分證的時候 跟著一對一按他的記錄的時候 就看到 甚至乎知道你哪個關口進來的 在這個時候才發現 所以其實這些病人也都是很不負責任的 你自己明明是一個家居的壓力 其實是為了香港其他人的安全健康 你不顧其他香港人的安全健康 我都知道去醫院很多時候 這些登記你都不會說 我不相信是十分八分鐘的事 剛才過了這幾個程序 Terry 問一下 其實在接獲了醫院的投訴之後 有沒有跟衛生署或者警方 嘗試了解他們怎樣跟進 那現在他們有沒有什麼回應 另外就想問 除了律登節之外 有沒有聽到其他公園的醫院 都有很多次的情況出現 其他那些我就沒有認真聽過 當然網上會有說 但是去到我手 真是一個真實的人 走來向我投訴的 那是這一宗 因為你知道網上可能有很多 你都要FAT查一下 究竟事實是怎樣 但是這個是有一個醫護的當事人 來跟我說的 至於你說政府當局 我當然是會接觸他們 但是他們其實 在過去 就算我找陳少子 其實他的訊息是不會回覆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有多清楚這件事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透過傳媒 我相信這件事件 你們都會問他 亦都會問 律登寺醫院 是不是曾經發生過這件事 這幾個個案究竟是怎樣 我可以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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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幾天,在12月13日, 一共八個病人去醫院在醫院, 當他們到醫院到醫院, 他們給予了一些訊息, 在中國的訊息, 在第一步,當你到醫院到醫院, 在第一步,當你到醫院到醫院, 他們會問你, did you go to China in the past 14 days obviously they have to answer no to go to the second stage the second stage would be the nurse taking more information and fill up the information sheets and pass it on to the doctor and again the nurse will ask whether or not you traveled to China before obviously those eight patients they also give misleading information and then when they get into the doctor's room the doctor will check on their record on the hospital system and in the system because of the recent coronavirus they do have the information of the people if they have been to China and particularly from which border crossing coming back to Hong Kong and that is the time the doctor found out that those people have been to China and they refuse to give any treatment to those patients and ask them to leave however the problem major issue is the hospital management are aware of that but they didn't take any actions afterwards for example they should report it to the health department or simply call the police because they basically they portraying the order from the home quarantine orders so that is a serious concern I'm not too sure how many hospitals do experience that kind of thing but you know just in two days and that is already a patient over there so what sort of solution do you suggest that could be done to make sure this is enforced well I think I think it's about the enforcement I mean the law is simply it's there the penalty is there but the government is pretty reluctant you know to bring people to the court if that's the case I know people have no restrictions you know on their own you know thinking okay I may get away from it and at the moment the government gave them three times you know jail free card which I believe that is absolutely unnecessary and if any people you know breach the home quarantine order they should bring it to the court they should be bringing it to the court and also the other thing is you know the hospital they should have a procedures set by the health department to deal with you know situations like that rather than you know just let them go you know all I said is you know not just those people you know walking around in the hospital that is the first issues and secondly how about you know after you know they leave the hospital or on the way to the hospital you know how many places they've been to that is also a concern you know they do have a letter saying okay if you need to look for the specialist in the for the medical reason then there's a phone number that you should contact for the for that matter for any other arrangement but simply you know all these procedures just fell okay okay thank you all right